在迷你世界更新了海洋版本之后 迷你世界中呢就多了很多的建筑 今天呢我在地图中瞎溜达的时候 发现了两个这样的建筑 威力于海洋和沙漠的交界处 当然了啊 在这生出一个建筑没什么奇怪 但怪就怪在海洋和沙漠中间的建筑 底下的方块竟然是土块 这个建筑既然是在土地上的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利用上帝视角能看到啊 这个房子里长满了杂草 但是中间花的附近却什么都没有 还被一圈石头给围上了 不仅如此 在这里我还看到了 已经被官方删除的发射器 要知道就算是在创造模式中 都找不到发射器了 而在这里竟然出现了发射器 我们再以第一人称视角啊 进去看看 刚一进去就发现了一个机关 是由感应器和发射器组成的 这边呢还有岩浆 第四 我一个大跳 我直接跳进岩浆里 这里应该就是终点了 上面有个箱子 上去看看里面有什么 一些物资和漂流品 看看里面写的啥 蒙眼星是所有矿葬商人梦中的星球 传说中哪怕只开采一棵树那么大的面积 也足以让一个流浪汉变成文明城邦的商人 可遗憾的是蒙眼星上稀薄的大气条件阻止了开采这种耗时长 危险度高的活动 也因此蒙眼星保留了相当完善的矿物生态 成为了蒙眼一族的专属事外桃源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冒险家 看看下一个 三天前 十位团子型居民突然失踪 根据现有线索 星级警察认定这是一起十分恶劣的绑架案件 面对此事 所有迷你宇宙居民都有责任和义务提供破案线索 并积极主动的抵制买卖团子的行为 迷你日报 严厉打击非法星级运输 近日我局抓获数艘星级走私船之 查获稀有矿石十四仙 并为植物六主 星级违禁药三十余种 依照星级法第三章第七条 凡涉及非法运输的相关犯罪人员 都将面临严峻的法律制裁 还请星级居民 严守法律底线 共同维护星球贸易秩序 迷你日报 但凡你这话有点道理 也不至于一点道理都没有 啊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迷你司机官发 跟我在这儿都包吹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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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